还有各位邻居好朋友 各位长官你们好 我们今天早期在门口抗议周关说明会 就因为在我们里面所列的都是官员 都是代表议员 那还漏掉高议员 这是你们很大的疏似 那我想我要抗议就是说 你们刚刚发的这个说明会的新闻稿 只有给记者 那这个稿里面说明什么 说明我们守护联盟不来开会的理由 那就针对我们联盟而已 这别有心机 我礼拜四特别跟部长要求 说我们李明跟联盟这边希望 包括两个里长希望你们暂缓 我们一个礼拜后开也可以 资料充分准备 让我们充分邀请李明来参加 OK 他说研究研究看看 晚上确定就说他们要开了 要开没关系 我礼拜五晚上收到一个传真稿 你们的稿 就说12月2号要要求我们联盟单独开会 时间我们定 那电话里面不是这样谈 我说明天26号今天说明会你们要开 你们建设要开 隔天以后我会回复你们什么时间 我们再来商讨 我们一直都是善意沟通 我们跟两位里长一样 一直希望跟实际能够做一个说明会 能够好好双向的沟通 但是为什么要急于今天 为什么要四天前自己发文 你们说明稿自己写了 四天前才发文 五天 然后里面做一个解释 因为此次没有在时间里面通知民众 没有违背行政程序 其实呢 自印定25号举办的说明会性质非常单纯 目的只对大众说明 那目的对大众说明 我们都收不到通知怎么大众说明 这个目的就不一样了 那另外呢 不是四府合办的 所以没有不符合诚意 但是我们知道 我今天通知人家来开会 总要知道对方有没有空吧 最基本的理 所以刚刚部长很有诚意提到 希望能够什么时候告诉他 什么时候开 那怎么开 我们世界都表达了说明会 要愿意跟部长做过头 那部长刚刚也承诺了 但是我们已经讲很多遍 我再一次大家都在场 我们已经跟两位里长 跟你们诉求恩赐了 说什么 说希望能够在两周以前 尽可能让我们知道 你们在行为很好 确定的事情 但是还是如此 上个礼拜天也是如此 在之前也是如此 当然我在这里没有责怪部长任何一事 因为部长很有诚意跟我沟通 要开会的时间 日期什么 但是结论就不是这样 我不晓得是从中 你这里面讲是行政疏失 你们发文言误来也好 种种还是你们邱先生 传打错误也好 那我们不管 结果是造成大家的困扰 你们更加的不谅解跟对立 怎么沟通 今天假如是正常开会 我们会在门口拉裤条抗议吗 绝对不会 所以我要讲 今天的扣通会是整个太草率了 而且我里面没有邀请李明 那要求里长去告诉李明 我不知道七长同不同意 假如这样的位 私底下可以请李长去通知李明 有这样的行政程序吗 我们也不是直接指公司 还是问公司 我希望说在这个说明会 刚刚成部长的诚意所谈 以后的召开希望有诚意 然后依法 依我们刚刚这位先生所表达的 我们按照程序来做 我们都很乐意 我要再一次声明 我们大福里面 一直都是很理性 很善意的跟大家沟通 不管谁来都一样 我们从来没有闹过事 还是对你们有任何的暴力行为 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好好地重视 我们李明的声音